哎呀非常的高兴在这里跟大家演出啊 那么这段捷行车呢 是我的师爷李永杰先生 根据红颜小说改编的 写的是上世纪四十年代 我们武装纵队司令双枪老太婆 解救他的政委将解的一段故事 那么您鼓掌咱就正式开始 谢谢 华英山 飞蛾死亡历 万丈过嘉陵江水 滚滚的东流寺开过 赤日炎炎 无猎火 路上的行人烧训目 看着忽然间黑云密布 各天日 一阵暴雨似过漂泊 哎啥时间 雨过天晴消了热 长红坠采照山河 清风雪来 吹人爽 哎呀 有一阵滑杆的下了山坡 那有朋友问 这滑杆是什么 这是山区里边的一种交通工具 在咱们北方 叫爬山虎 二人台 就是两根杆 绑个螺圈一座 上边这个棚子 下边个脚蹬板 俩人一抬 嘿 走起来跟小轿子一样 老年人走山路不方便 坐上这个 那这又快 又稳 又保险 不过也得棒小伙子来抬 要是我这样 那就麻烦了 怎么呢 又没经验 又没劲 一上街就打话 走到山间跟前 头晕腿的一堆 那也保险 连我带滑杆的 一块儿往下折 这台滑杆的本人 两个棒招呼 找到胸宽背后出胳膊 又觉得面孔 精神抖操 跟着短裤短褂 拖着利落 走起来 两脚好气 这没沾地 要弄怪 他们经常比赛 追起车 太快咯 在这滑杆上 不可只是一个白布棚 在这棚下边 端坐着一位老太婆 这位老太的针胶裤 黄灯的大志 今天那个首饰头上脖 她的身上穿 肥大的裤罐 是银灰色 那个材料的本人 那个九丝罗 手里还摇着 一把凋零上 她的胳膊上 在这透明壁力的肥脆 钻石的戒指放一材 闪闪发蓝拔颜 夺我的脸上看 师眉善目 精神好 她的腰本 不搭背不脱 不晕不喘 不可挫 她的年纪 就在六十岁 看样子能活二百多 这还是少说 您要问她是哪一个 她就是华盈山 地下党武装 纵队司令 为朕川北的 上前老太婆 在这前头抬花杆的 视华为 抬后头的叫金哥 这俩人的心里 都好气得窜烈火 老太婆 心里都着急 脸上还透着很沉着 急的是 他们的政委 将决遭逮捕 被这叛徒出卖 就在这昨天晚上八点多 这个叛徒名叫福之高 曾在重庆 一个区围里边 富国色 地下党联络地点 他知道有许多暗号 他懂得 有几个同志 被这个告密遭了陷害 这一次 下乡来 又把这将决住 老太婆 今天化妆下山 一来是旧将决 二来是 除了这个盼子的战 也不能个叫他活 可靠的情报 一掌握 在这今天下午四点钟 准时开轨了一辆刑警车 这行车开往 重庆中美合作所 党决定 在这搭着交线 接行车 老太婆 下山之前 虽然早已布置好 怕的是 敌人又临时 玩出别的鬼花活 很不能 马上就出枪 等位一枪打碎 看出他的脑头 可花山 走这个松落上 更快了 简直跟飞起来差不多 眼前来到了大石桥 老太婆的注目 看明博 见桥上 有相定八九个 他们搜查行人 乱炸喝 靠桥头 路旁有一个大茶馆 天棚下 没有人喝茶进了空桌 老太婆看不这个情景说 伙计们 咱们抬到茶馆去谢着 你们太累了 先喝点水 每人打二两好酒喝 谢你老太婆 说话将来到了大桥头 有香槟 大喊一声把枪脱 站住啊 华人 从哪来啊 从于得拖 别吵 你们乍着呼呼的震耳朵 要捡茶嘛 东西都在滑杆上 有什么话 咱们到茶馆里边说 这香腿们一看 哟 这老太太可真酷呀 听话诚 这竹可是惹不得 摊子不定多横哪 趁早别通麻风窝 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 老老太子要不就是 他们心里给不住的胡琢磨 现在老太婆 坦坦然的进了茶馆 他们看了看的花盖还摸了摸 哟喝 这花盖可是真漂亮啊 随着也都进了茶馆 这那老板娘正跟老太婆那把话说 哟 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 有甜食蜜餐咱们这的姜比老刀最好喝 好 你给我泡笔龙井 再来碗牢刀蛋 哎 你问问 我那俩伙子要什么 今天的方式要挺紧呢 假的狗今天也增多了 可不是嘛 听说共产党要攻城 攻城 哪儿那么厉害呀 呦 林老可是不晓得哟 现在进城感激都危险呢 不知哪会儿的炸了窝了 连留胡子的老头啊 都不敢进城去了 这谣言也不是都谁说的 老汉们怕什么的呀 还别提了 前几天呢 城里说是要抓个狼胡子 可是了不得了 胖这老头他们就抓呀 什么大胡子 小胡子 长胡子 短胡子 黑胡子 白胡子 花白胡子 黄胡子 他们还满不论颜色 那天老头还真不少 他们抓了足有三百多 结果孩子都抓错了 原来城里要抓的是个姓蓝的胡子 您说这事缺德不缺德呀 那次把老头都吓病了 这件事还不让望外说呢 那我全说了 在这时候 过来一个乡丁小队长 笑嘻嘻嘻的叫声老太婆 哎 我是老太太 您老人家 从鱼子驼来 干净共产党了吗 说宗马岭那边特别多 已经成共产党的天下了 您老听说没听说呀 听说了 有钱有事都跑了 县里不派兵去捉捉 还捉什么 老板娘放下茶碗说了话 捉呀 捉住一个得出了百个 共产党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呀 说城门那贴着个大告示 说共产党头目人里头有个双枪老太婆 双手能打枪可得特别准 叫谁死时就不能活 他要说打鼻子准 不打眼 说他眼珠都不沾眼 这事听说都神了 哪有那么厉害的老太婆呀 哪有 这个相定队长大了话 你不是吃醋啊 你这门口贴着人吗 那张告示就是通缉令 宣传壮大双枪老太婆 谁桌子给人一万块 我老太太 您说这一万块钱 不得有一大婆了 要是麻起来 比我八斤桌子这么一堆不 比这个多呀 我就知道还得多吗 我要抓住老太婆我就破了 顺棍发财作气 吃吃喝玩了 随便桌 小伙子 你看我值一万块吗 你让人家怎么说这个 不 你要像这样发财可是有危险 老太婆的双枪 专门揍脑壳 这小的文婷一机 令他的浑沉一斗 脖子一缩舌头 伸出了一寸多 拿手向往回容 还几个家的胡楼后脑壳 他就一回头 建几个农民进来插会儿 再一看 远处也有交道 今儿只凑合 不好 今天这料出事 怎么四万来人这么多呀 哎 要一想怕什么 是共产党来了我的交枪 人这身制服 我的一块脱 这老太太身上可都是保护 要是把他骗到港楼去 这些东西都得归我 不给我身手就愣夺 对 就这么办 哎 呵呵呵 我老太太 您看这风声又不太好啊 您赶快跟我的港楼里边去夺夺 一会儿我派人送您 这肯定故意亮 又快又我的小汽车别多 您这滑盖强得多呀 小伙子 您的心眼真不错 这件事 咱们待会儿再说 哎 你看看 外边那是谁来了 快叫这孩子进来把水喝 啊 您的孩子 这小子扭头这么一看 来聊成滑盖门口哥 给了一阵好神气 文明棍就在手里出了 大拿把的草帽头上戴 莫光眼镜本人不遮 派利斯制服饰米黄色 金颗手表戴在了左胳膊 脚下的凉鞋是嘎嘎的响 更显得了身体的了不得 他在身背后 跟着警察麻病十几个 合作了心 大张鸡头就在了腰里一波 这小子一看是警察局长 不由得的心里一哆嗦跑出来急忙打立正 报告局长先生 您懒巧了 您老太太里边喝啥这些 什么老太太呀 就是您 妈呀 混蛋 我妈早死了 要不就您老了 你个放屁 危局长 抬手就是一巴掌 打得这小弟一连气转了 啥摸摸 回头了 还只得着 哎呀 那我干什么呀 反正这老太太呢 他还有错吗 他这还说呢 你们那人到哪去了啊 啊 放走了共产党 我把你们一起都枪毙 快点咱们来集合 而是 委屈局长 一晃肩膀进了茶馆 见对面坐着个老太婆 你是干什么你 老太婆 微然一笑把话说 局长先生 你好健忘 不认识我了 你亲口判处过我的死刑 大概你还能记得 我孤身越狱走出去 你冒着风雨 带领的大队人马把我捉 一连去追了我五十多里地 至今这才三年多 现在又悬赏捉拿我 我来了 你要把我怎么发落 啊 委屈局长 撤不出身要掏枪 老太婆掏出了两只快家伙 别动 我这有俩 你要用哪个 你那个都掌秀了 一打准恰可 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 你动手动脚的不许可 啊 委屈局长 刷子一下脸上见了颜色 真好像万丈高柔 失了脚 杨子将心 端篮 蹦周围干舌 双手一举交了枪 连余计整话都不会说了 这是误误误误会 这完全是误误误误会 你不要怕 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你要老实说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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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崇敬而出 派人抓住一名 女共产党 他叫什么名字 叫叫叫叫叫叫 江江江江江 江雪芹 是你亲自只会 把他捉的吧 不不不不 不是 是西南特区 省府区 这件事跟我一点没牵扯 我这奉命来护路 先行十里来巡逻 我这是 突然间 委居长低头部讲话了 心里边的暗干之说吗 这老太太不是专位来抓我 他的目的是来接行车 想到他挺起身来说了话 老太不活 你趁早离开茶馆快夺夺 咱们俩是情水河水两不犯 我插我的路 你接你的车 如不然 只要我张嘴喊一声 我的警察进来就能把你抓 你要是开枪把我挡 那得今天再也帮想接行车了 那行车听见枪声 马上就去回去江学区 那个被杀不成活 说这话 他就冲着外边一声喊 来人哪说哪双方老太婆 这句子的话音还未落 不辣辣 闯进来警察 近几二十多 长枪短枪拿来手 一个个的亨美丽目随绝着 也真正就是一场 咱们下回书里接着说 谢谢 谢谢